周杰伦很爱电影 以下这些是他拍过的电影作品 你觉得哪一部才是属于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 2005年《投文字D》上映 他扮演藤原拓海 我现在经常用一个词 图猛 就是从这部戏来的 当时有个车队被我翻译成 乃特凯兹车队 我就问你是不是图猛图猛的 总之这部戏里的周杰伦让人印象深刻 2006年他出演了张艺谋导演的《满城近代黄金甲》 扮演二王子 菊花残满地伤 2007年他自编自导 同时担任主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评分达到了8.1分 2008年他加入了电影《大灌篮》 一众大咖担任配角 包括曾志伟啊 黄博啊 严妮啊 里面还有刘庚宏哦 这个爱唱爱跳的大男孩 终于在荧幕里玩起了篮球 2009年他出演了《次灵》 评价一般 2010年原和平导演的苏启儿 他扮演武神《次幻四针》 但是特别厉害 2011年他去了好莱坞 和赛斯罗根一起出演了《清风侠》 扮演的是《清风侠》的助手 《功夫高手》 这个角色以前呢 李小龙演过 2012年他和谢霆锋 共同主演了《逆战》 我插个问题啊 张杰有一首《逆战》 请问这首歌是不是电影《逆战》的主题曲 2012年呢 他出演了《神探李奥》 这片子呢 知名度不高 13年歌舞片《天台爱情》上映 这是他自编自导的第二部作品 之后他在媳妇的作品《叱咤风云》中出演 在好莱坞《惊天魔道团2》里 演一个哦哟不错哦 蛮那调的角色 说起来呢 2005年还有一部片子 他在其中的地位非常高 是电影的故事线索 那部片叫《寻找周杰伦》 以上的作品 你觉得哪个是他最好的作品呢 我先排出一个 2012年《神探李奥》 那个不行 那个简直是熊猫人聚集 简短了一般 评价很低